首先,我們會先講水,即是 Atmosphere Atmosphere 其實就是一層 layer of gas 包著地球 而事實上,它是一個 mixture of gases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就會了解一下 究竟 air 含有什麼 gas,它的 composition 是怎樣 因為 gas 本身都有重量 都會受到地球的 gravity 所影響 所以它就會給地球吸住空氣 而這個 Atmosphere 我們可以分為不同 layer 這個基本上,在 DSE 裡面都不會考 我相信在你們校內史裡面都不會考 不過這個就是講一個常識,大家可以知道 我們可以分為 Troposphere, Stratosphere 什麼對流層,很多中文,知道就算了 Mesosphere, Thermosphere, Exosphere 最主要就是我們 Living 的地方,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在 Troposphere 那裏 0至12公里 飛機,很多時候飛,會在地球起飛 反正就飛了上天空 其實呢,過了這個,我們叫Troposphere 佔了75%以上的空氣,其實都在Troposphere 裡面 我們生活就會生活在這個Troposphere 裡面 當飛機起飛的時候,有時候會經過一些對流層 你想到,現在要扣安全帶 為什麼扣安全帶?因為飛機會遇到氣流 但是呢,當你去到很高空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脫安全帶 那些空姐姐姐就會來我推餐 有些什麼,Chicken or Breathe 這樣問你 為什麼那時候可以脫安全帶呢? 因為我們已經過了那個所謂的對流層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個Troposphere 的頂頂 所以有時候你看下去,下面 其實是看到雲在你下面 那些雲就會在Troposphere 的頂部 就是這裡累積的 那你過了這個高度的話 其實就已經不會有氣流 就不會有氣流 所以就很穩定的 但是你下飛機的時候 也會經過Troposphere 就是這樣下來的 經過一些雲,其實也會有氣流 所以降落的時候,也要帶回安全帶 就是這個意思 那太空人就在這個位置 Troposphere 再上再上 就去到離開,這裡已經沒有空氣了 就是Vercume 這樣 就是外太空 這個知道一下就算了 那air 是什麼呢? 最重要是說回composition of air 這個就是考試考的了 air 是一個 mixture of both elements 和 compound 因為我剛才說了 其實它是 mixture of gases 而gas 可以是 element的 gas 可以是 compound 的 gas element 的 gas 包括什麼呢? 就是 nitrogen Nitrogen 還有 oxygen 還有 argon 這些為什麼是 element 那你要問回自己 element 的 definition 是什麼呢? 就說 it cannot be broken down into cvps substance by chemical method 又或者它只是 composed by one kind of atom only 那這個就是由 anhydrone的 atom造成 而這個就是 oxygen 的 atom造成 所以這些就叫做 element 以及 compound 呢? 那就是 carbon dioxide CO2 嘛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 carbon 和 oxygen 有兩種不同的 atoms 兩種不同的 elements 所造成 chemically join together 的一個 compound 以及水呢? H2O 就是 hydrogen 和 oxygen chemically combined together 所產生出來的 compound 而這些當然是可以 broken down by chemical method 這個就是 compound 重點就是這裡 composition of air 空氣中間佔有78% nitrogen 就是最主要的 nitrogen gas 為什麼呢? 其實也有原因 因為 nitrogen gas 本身很 inner inner 的意思是什麼呢? inner 的意思就是很懶惰 你可以這樣說 是很 chemically unreactive unreactive 即是他不喜歡跟其他東西 react 為什麼呢? 這個比較深一點 我們稍後會再講 我們講 chemical bonding 的時候 我們再講這一點 但是他就很 unreactive 他不喜歡跟其他東西 form compound 所以你會發覺空氣中間 不會有 hydrogen 不會有 hydrogen 因為你有 hydrogen 的話 其實也很麻煩 你的 hydrogen 如果空氣中間有很多 hydrogen 的話 一點火就會爆炸 所以那些 hydrogen 其實他有的話 他都會跟其他東西 react 了 是嗎? 就是可以跟 oxygen react 了 就產生水 所以呢 有些人這樣說 我們都不知道 就是盤古初開 宇宙 上帝創造宇宙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只有 hydrogen 而事實上太陽裡面 有很多這樣的氣體 在那裡 有的 但是你去到地球之後 其實他就砰一聲 爆炸了 變成水了 所以為什麼地球會有水的存在呢? 有些人呢 就是這樣估計 其實地球上面的水呢 都是由 hydrogen 和 oxygen react 而變成的 但是你經過這麼多 百萬萬年之後呢 其實就算有 hydrogen 也好 其實都已經變成其他東西了 因為它很 reactive 它跟 oxygen 是 explosive 但是為什麼只剩下這麼多 hydrogen 就是因為它不 reactive 那些死靜種來的 除此之外 還有 21% oxygen 那 oxygen 呢 Oxygen 的特性 Oxygen 的特性就是什麼呢? Oxygen 的特性 它可以 support burning support burning 但是它就不 flameable 它不像像 hydrogen 它會燒得著 Oxygen 本身燒不著 但是燃燒 burning 就一定需要 oxygen 但是Oxygen 本身就是燒不著 不是 flameable 大家就知道了 這個 還有 carbon dioxide 21% oxygen 還有其他 carbon dioxide 有些 noble gases 甚麼是 noble gases noble gases 主要都是 argon Argon 就是一種氣體 那為什麼叫 noble gas 或者我們叫 inner gas lobal 的意思就是很貴族 貴族氣體 貴族就是怎樣呢 通常人們覺得貴族 不是很親民的 很難相處 很難接觸到的 這叫貴族 簡單來說很囂張 很囂張的意思就是不喜歡和朋友 不喜歡和朋友 就是不和人 react 不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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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ct Helium 就是第二種 即是 second second lightest 的 gas 即是全世界第二輕的氣體 第一輕是誰呢 就是high做準 最輕 所以以前的人說 叫氫氣球 氫氣球 現在你新年的時候 行電燒 也有些氣球會飛 其實你說那些是否氫氣球 那些不是氫氣球 因為氫氣球 基本上不給買 現在氫氣爆炸 但它為什麼會會飛 因為那些是氫氣球 氫氣球 氫氣球即是Helium 因為氫氣球很輕 所以它沒有飛 但是它又很Inner 很不喜歡反應 所以它不會爆炸 所以它就安全了 所以氫氣球 就是用來做一些氣球 又或者你可以上網搜尋 Helium 很有趣 人們聞了Helium 然後說話 就變成米奇老鼠 你上網搜尋一下 那些片段都挺有趣的 Helium 你找到Helium 然後是Voice Change 那你就可以找到這些片段 那Neon 也是其中一種 就是Noble Gas 就是Argon Helium 和Neon 其實都是一些 我們叫做Noble Gas 還有Cryptons 如果大家有看超人 你就知道 Cryptons就是超人 或者是女超人的星球 其實是一種氣體的名字 你可以說 Cinon 這些都是我們叫Noble Gases 統稱的Noble Gases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很Inner 很Unreactive 有少量這些 所謂的Noble Gases 在我們空氣中間 少量 還有水分 水分這東西 Among of Water 就是Variable 不同的地方 沿海地方也不同 沙漠也不同 氣候也不同 所以它是Variable 佔有大概1% 1% Cinon 0.03% 但是大家知道 Cinon 含量越來越高 引致到 所謂的Global Warming Global Warming 就是全球暖化 都是因為Cinon 的濃度 在不斷上升 為什麼會有Cinon 的濃度上升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 一些Human Activity 例如Burning Burning Burning Fosil 其實這是最重要的 就是化石原料 例如發電的 燒煤的 燒天然氣的 那些都是屬於 所謂的Fosil 燒這些Fosil 其實會產生Cinon 而引致到 在這100年 空氣中間的Cinon 含量就會不斷上升 這個大家就背了 我講了很多 但是大家要認識的 其實就知道 Nine hydrogen Contribute 78% Bivolium 21%Oxygen 其餘的Cinon 就是Cinon 知道一下就算了 Exactly 有多少 大家就不用記 基本上很少量 好 最後 我詳細了 我們學了一些 什麼 在這裏 就是Mata Mixture 剛才說了很多 又或者之前我們講過 Mixture of Compounds Mixture of Elements 我們就可以再 summarize 我們學的什麼 第一 Mata 基本上在地球裡找到的東西 佔有空間 Mata 就是Occupied Space Occupied Space 佔有空間的東西 所以Heat 或者Light 這些不屬於 我們所謂的 Substance 或者Mata 因為它不Occupied Space 就可以classified為 Mixture 或者Pure Substance Pure Substance 意思是只有 一種東西 而Mixture 就是More than One Substances Mate up One Two or More Substances 它們是Physically Mixed Together Physically Mixed Together Physically Mixed Together 的意思是 它們不是Chemically Joint Together 它們只是混合 是一個Mixture But Not Chemically Joint Together 既然它們是Physically Mixed Together 當然我們要Separate 它們的話 我們就要用一些Physical Method Physical Method 譬如是甚麼呢 例如Goiling 也是一種 我們稍後會講一個過程 叫做Distillation 或者Factional Distillation 其實是牽涉到 Boiling這個動作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Physical Method 就可以將它Separate 又或者 你將酸酸醂溶進水 就變成酸酸醂 solution 你將水Evaporate 水Evaporate 其實是一個Physical Method 來的 水Evaporate 依然都是水 你可以將水和Sodium Chloride 就Separate 這就是Physical Mixed Together 的意思 另一種Pure Substance 它可以是Compound 可以是Element 何謂Element Element 大家知道 Pure Substance cannot be broken down into anything simply by chemical method 這個我們不斷地講解釋 但Compound就不同 Compound也是一種Pure Substance 但它是Consist of two or more Elements 而這些Element 不是Physically Mixed Together 而是Chemically Joined Together 這個就是Keyword Chemically Joined Together 所以你會見到H2O 水 其實Oxygen和Hydrogen 是Chemically Joined Together 而變成Compound之後 你會發現它的Properties 就已經和它的Element 已經完全不同了